二更一下,耽误各位点时间 这个朱玉伦先生的现在的参选 是吧,已经成为国民党候选人了 然后去竞选台湾引号总统 这件事情出了以后 就是他得了提兵之后 当今圣上就给朱玉伦先生发贺电 然后朱玉伦先生也是非常开心的 就回复了一个电文 然后当时我看了这消息的时候 圣上就是圣上 这个真的是他这个思维 非我等之能所及 真是不一样 就是给民进党助选这件事情 只有圣上干的最好 为什么呢 您想想看 这事特别简单 那本身朱玉伦先生就属于亲中一派 对吧 他那个底色还是这个 而且尤其国民党本身 他又始终又有一个反攻大陆 然后重新这种 跟回到自己正统的这种底色 然后您现在给朱玉伦发一贺电 然后他再给您回复一下 坐实了吗 对吧 你国共两党又要合作了吗 那你哥现在台湾 对吧 那台湾现在这民意 你还能琢磨着朱玉伦能当选 那肯定不能当选 那肯定是给民进党助攻 所以说当今圣上的这种操作 实际上而言 我是真是不是很懂 我唯一能想到的 这种操作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真的是想 你打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 国民党要真上台了 对吧 那肯定他跟你有一个 又开始这种 眉来眼去勾勾搭搭 这个互相之间抛 那个小媚眼的这种什么 这路数 那肯定你就不可能去打呀 对吧 那只有民进党上台 两边这个矛盾 才有可能进一步激化 然后造成继承事实 你呱唧派民过去 把台湾收服回来 然后这个千古留名 至少是也算是开疆拓土 对吧 完成太祖 当年没有完成之心愿 我唯一能想到的 大概也只有这一点了 对吧 我用其他的任何一个模式 我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圣上会在这个时候 给朱一伦先生发去贺电 这明显 这明显是给民进党助选 这个事 是吧 大陆助选谁压强 当今圣上排第一 这肯定是这样的 那 咱们再往下说说 是这样啊 就是为什么看这新闻 又想说两句呢 就是说 除了圣上这个 这个迷之操作之外 当然 人家是大政治家 这个 他怎么操作这件事情 自有他的原因 对吧 我等 不可妄议 那 台湾这回 这选举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可言的 他肯定还是民进党上台 这个呢 这些年里呢 台湾呢 这个路径啊 已经是非常清晰了 这个与这个 大陆的在 统一的道路上 和平统一的道路上 应该说是渐行渐远 我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台湾 我去 我上一次去台湾啊 有跟大家聊过吗 我上一次去台湾呢 还是那个 苍景空老师 在台湾 结婚吧 办大线会 然后呢 我去给人去 那个 凑个份子 这上回是去的 然后当时呢 也是在看一下 台湾的这些年的 这些变化 那确实是 跟原来啊 有所不同 原来呢 还是这个 怎么说呢 对大陆 这随着老一代的 这个 呃 外省人呢 呃 在台湾渐渐的 被新生的 这些 呃 混合性的人才 所代替 然后呢 原住民的意识又起来 台湾现在 呃 能够赞成 与大陆 形成一个 统一正体的 这种东西呢 是越 这种 怎么说呢 这种思想呢 是越来越少了 呃 更多的 还是认为呢 自己是一个 呃 独立的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 呃 无论他叫中华民国 还是以后叫什么 但是呢 他肯定不会是说 跟中国大陆 他有这个呃 一个国家的意识 哪怕他是说一个民族 这个是让我想起啊 这个是让我想起啊 有一年啊 这个 我是从那个 从 我忘了从哪国飞回到那个 呃 飞回到京都 在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嘛 下了机场以后呢 这 呃 当时 这个 我们坐这车 我往回 往回走 在那种街上 呃 有 有一 有两位 一看就是这个华人的人 然后呢 就是 正经说啊 他们 一看就是 怎么说呢 那个肯定是华人 但是呢 又肯定 不是大陆 又不像大陆人 然后呢 我就 就是 比较 稍微人有点多 我给他腾出个地方 然后放行李 然后他谢谢 我一听这个 我说您是中国人吗 他说我不是中国人 当时啊 就是 那个反应之激烈呀 就是 嗯 简直就像我当年去那个 西藏或者新疆 呃 我跟人聊起这个 呃 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个新疆人和西藏人 对我的 对我的这个反应差不多 我就没法往下说了 这个 这个往下你怎么说 对不对 那 我 我往下只能问一句 您是 那我一听就是肯定台湾人吧 对吧 肯定是台湾人 那 他们的这种认可度是非常低的 所以呢 这一回 一定说起来 这个 这个 选举 台湾这回选举 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一个选举 肯定还是民进党来 对吧 往下走 怎么走 这个我原来节目里也说过 我不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台海会有一次非常剧烈冲突 或者是说 你不管是说大陆去收捕台湾 还是这个 当然台湾不再可能反攻大陆 然后 然后还是这个台湾挑起某些这个 这个比较比较剧烈的这种 这种热战吧 那都可能性不大 这个我在今天的第一更例也在说 中美之间 他正好在处于一个渐渐试探 互相之间修复关系的时期 那如果这会儿的时候 那这几年 如果打起这个台海战争来 那实际上来讲 就等于是 那都不是叫做 说冷战问题了 那我们就可能打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可能是这样 当然了 有可能这回世界大战呢 中俄肯定不会去联手了 这你可以放心的事情 俄国在旁边看着乐还来不及呢 对吧 那这些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呢 这回这个朱立伦先生去选举啊 怎么说呢 反正没什么可看好的地方啊 没什么可看好的地方 但是国民党这个党很有趣 这个因为我 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党员 对吧 我父亲呢 在我父亲应该能够直接进入到这个 所谓民革 民革中央这块嘛 然后但是我父亲在这个文革当中 给吓得太厉害了 他呢 不参与任何的政治活动 所以那也一直没有 没有借这个 这个身份能够进入到这里边来 但是国民党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 国民党这个党啊 跟那个共产党啊 其实原本啊 是一根藤上俩瓜 这个呢 呃都是这个 当时的这个 前苏联啊 苏俄支持的 然后呢 后来呢 国民党啊 这得说啊 蒋介石 蒋公啊 还是脑子够实 然后直接呢 就跑了 哎 没跟 跟前途连呢 就斩断了很多关系 呃 老蒋独裁肯定是有胆的 对吧 那这 但是呢 国民党啊 原本他建立之起 建立之后啊 他没有过特别强烈的 对吧 把整体的意识形态 筑成一个呃 筑成一钢钉的那种玩意儿 他呢 还是各种势力在其中呃 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在掺杂着 始终没有能够让那个老蒋 把一一言堂把这东西全都给捋顺了 他得顾及各方各个面的势力 真正说那个国民党能够说 让统一在这老蒋的呃 这个思想之下呀 还是得说败退到台湾 转进转进到台湾之后 他呢 直接痛定思痛 然后也正好给打散了吗 就把原来这些势力都扇头马平 开始这个在这边 哎 整军精武 据说要反攻大陆 这他妈就瞎扯了吧 对啊 这个东西就就完事了 我对我对这个台湾这块啊 特别有好感的是啊 这个蒋经国先生 很多人啊 不太说看得起蒋经国 说是蒋经国这个啊 他只是时事在此 你呢 顺应这个潮流 做这个事情 但是啊 能够顺应潮流 就已经很了不起的人了 蒋经国先生 我非常佩服他在哪呢 就是他能够 把一个呃 这种老大的政党啊 完整掌握权力的这种政党 带到了一个执政党的这种地约上 他从一个革命党要反攻大陆啊 什么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执政党 这种聪明还出现 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啊 这个台湾这个潮流啊 已经是一定会走向这个民主 可是呢 如果你很多的独裁者 很多独裁者始终没有真正的 能够认清这个历史的时间点 蒋经国先生是认清了这个历史时间点 他在这个时间点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也比较合适的一件事情 还带来一什么效果呢 您看啊 就是很多时候啊 这个独裁这件事情啊 他将来他会遭到清算的 对吧 那你看这个原来这个前苏联也好 对吧 东德也怕 然后这些原来前社会主义国家 很多都被就是原本独裁的这个政党的成员被遭到了清算 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台湾就会好很多 即使有一定的这种清算的成分 但是也不严重 为什么 是因为蒋经国先生等于是给自己造了一个反对党 让你这个东西学习着怎么执政 那就成为一个执政党之后呢 他把自己的地位换了 成为执政党以后呢 就是我们就从一个你死我活的民主的社会与专制社会的 这种两种未来的对抗力变成了一个 我们只是一个党争 我们只是一个执政的一个争执 给自己造了一敌人 然后踩着这个敌人的后背 我下台了 你上去吧 对吧 我们接着再选吧 等于是把这个对国民党原本造起的这些念 这些清算 他轻轻意义的用这种模式 一个推手给打不出去了 这件事情干的是真漂亮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政治家所能干出的事情 一个很不错的非常好的政治家才能干出的事情 所以说我一直很怎么说呢 对国民党也是某些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的好感度的 也是这个原因 反正但是就目前而言 如果国民党还是继续着遵循着原本的这套意识形态体系 包括它的立党的这种基础 然后想去跟大陆不管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去国共合作 然后再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 只要它这个心还有 随着时势的推移 它只要是中共没有把台湾给直接拿下 打下来的话 它再也不可能执政 它只能是一个在业党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回反正祝选也 那圣上已经帮民进党祝国选了 对吧 这个台湾的民意本身又不支持你 反正呢 也就是这个参选吧 意思意思呗 只能如此了 也就是这样 反正祝朱立伦先生好运吧 反正你也不太可能能当上台湾总统了 好吧 好 谢谢诸位